卖皮草的现世报 王小姐是一家皮草工厂的职员 平时主要负责基本的文书工作 也因此她从来没想过 自己从事的是一种杀生行业 王小姐 报表做出来了没有 老板 我马上就做好了 这是一批皮草大衣 你昨天的那份报表做好后 就再请你把这份做出来 我等着她报关出口呢 老板 好的 哇 这次的订单有上万件啊 是啊 这可是个大订单 你明天务必交给我 好的 如果时间不够的话 我会带回家晚上做 明天一定会交到老板您手上的 那就麻烦你了 唉 真累啊 要下班了 看来今晚真的要把工作带回家做了 姐 你怎么回到家里还在忙工作啊 我们公司要报关出口一批皮草 我得赶紧把这批皮草的报表做出来 明天要交给老板的 啊 姐 你还在那家皮草工厂上班啊 是啊 怎么了 姐 你有没有想过 为了做一件皮草大衣 那要杀害多少动物啊 这又会导致多少动物妻离子散 你怎么能做这种无情的行业 你这样下去会遭受到杀生的恶报啊 妹妹 你说得太严重了 我又没有亲手杀那些动物 怎么会遭到恶报呢 姐 你听我的 不要再做这份工作了好不好 虽然你没有直接杀那些动物 可是你的工作却也是助纣为虐啊 妹妹 你别再说了 这份工作对我很重要的 我怎么能辞职呢 啊 薛佛虔诚的妹妹知道自己无法劝动姐姐 于是便找来了一些相关影片 要来播放给姐姐看 妹妹 你在做什么呢 姐 你先坐下 我正要给你看看这个呢 我的工作还没做完 现在没有时间看影片 你自己看吧 姐 这不是普通的影片 你就先看一看嘛 好吧 我倒要看看你这个丫头在搞什么鬼 很多猎人受雇于皮草公司 他们会在森林里卖着大量的捕兽匠 用来捕抓狐狸 兔子等动物 夹住了 又有猎物被夹住了 太好了 又抓到一只狐狸 这只狐狸的皮毛不错 应该能卖个好价钱 为了获得动物的皮毛 这些猎人捕抓了许许多多的狐狸 野兔 这 这也太残忍了 还有更残忍的呢 这些动物如果没死的话 他们被运到皮草伤人那里后 就要忍受活泼皮毛的痛苦 啊 活泼皮毛 这是真的吗 嗯 王小姐看到这一幕后 除了惨不忍睹 更感觉到了自己罪严深重 把这些动物推进祸坑的罪行 她自己竟然也有一份 这是她从来想都没想到的 怎么会这样 怎么会这样 姐 听我一句劝 还是赶快离开那家公司吧 让我想想 让我想想 王小姐决定 做完这个月后再辞职 然而果报却先降临到了她的头上 几天后 王小姐突然开始失眠 又因喉咙疼疼痛而发烧 姐 你好点了没 妈等会说要来看你 妈来了 姐 你躺着我去开门 王小姐突然有股莫名的冲动 一种想从窗户跳下去的冲动 姐 你这是在干什么 女儿 你别想不开啊 有什么过不去的 妈会帮你的 是啊 我有什么好想不开的 想自杀的念头好像不是我的想法 我怎么会突然控制不了自己的心呢 姐 我想这都是因为 你在皮草公司上班的关系 造下了杀业 这恐怕是夜报再成熟了 嗯 我现在相信因果夜报了 但我现在该怎么办才好呢 只要你辞掉这份工作 吃素放生 一定就会没事的 于是 王小姐辞去了皮草工厂的工作 并开始吃素 护生 希望能多多累积功德 回向给一切所杀 所害的众生 愿他们早生净土 不再受苦 没过多久 王小姐的病就痊愈了 女儿 你的病刚好 多吃点素菜 嗯 多亏妹妹的一番劝告 否则后果不堪设想啊 姐 我听说你们公司的老板 后来得了重病呢 唉 这也是她的夜报啊 她为了制作皮草大衣 害得多少动物惨遭杀害 现在报应终于降临到她自己身上了 是啊 英国夜报丝毫不爽 不管以直接或间接的方式杀生 终究会遭受杀业的恶果啊 嗯 对